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与东南亚领导人会晤 推动安全合作 中国长期担任特别气候特使的谢振华辞职 日本成立核聚变产业论坛 推动技术走向市场 中国官方媒体敦促公民 记住平安夜朝鲜战争的胜利 我们在2023年学到的新地缘政治词汇 请大家收看 中国与东南亚领导人会晤 推动安全合作 南华早报 中国总理李强宣布 中国将加大对蓝沧江 湄公河地区网络诈骗团伙 和非法赌博等犯罪的安全行动 中国因其11座水电站 在旱季期间上游蓄水量过大而受到批评 北京还提供奖励 以获取有关驻扎在缅甸北部的犯罪团伙首领的信息 中国长期担任特别气候特使的谢振华辞职 南华早报 谢振华是中国特别气候代表 也是中国国际气候战略的代表人物 他即将退休 谢振华在环境和气候外交领域已经工作了近40年 他逐渐晋升并领导了中国的气候谈判工作 他在中国从未准备好应对气候行动 到成为全球气候领导者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谢振华因其个人关系 对气候问题的了解和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热情而受到赞扬 然而 谢振华在气候工作中面临了内外的挑战 这可能削弱了他的努力 尽管他取得了成功 但北京因为派遣最高领导人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而受到批评 谢振华的继任者很可能是刘振明 他是一名职业外交官 曾于2017年至2022年担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 领导层的变动可能会成为中美气候对话的重启 因为美国特使约翰克里也将退休 日本成立核聚变产业论坛 推动技术走向市场 日经亚洲 日本计划于3月份推出一个名为聚变能源论坛的组织 该论坛的目标是将私营部门 政府和学术界的参与者聚集在一起 共同开发聚变能源商业化的技术和销售渠道 参与者将包括工程公司 能源集团 初创企业 材料制造商和贸易公司 政府希望该论坛能加快发展 并就安全规则和技术标准提出建议 中国官方媒体敦促公民 记住平安夜朝鲜战争的胜利 南华早报 中国官方媒体在平安夜纪念这一天 敦促公民将其铭记为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美军取得关键胜利的周年纪念日 北京广播电视台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该视频在网上疯传 重点介绍了长津湖战役 也被称为长津水库战役 尽管中国遭受的伤亡比美国更重 但这场战斗将联军推回了北纬38度线 确保了朝鲜边界在近三年后战斗结束时 基本保持不变 这位纽约大学的学生拥有一座价值600万美元的加密矿场 他的秘密被揭示出来了 纽约时报 据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投资者正在利用美国的比特币挖矿业务将资金转移出中国 并生成可以兑换成美元的比特币 该报道称 包括德克萨斯州一家矿场的大多数所有者在内的中国投资者 已经花费数亿美元建设这些矿场 然而 承包商对矿场所有者提起的诉讼所获得的文件显示 这些资金是通过加密货币和离岸交易所发送到美国的 加密货币交易的匿名性使得投资者可以绕过美国银行系统 而这些系统需要向美国财政部报告资金的来源 根据报道 通过使用加密货币Tether并通过币安的离岸交易所进行路由 矿场的投资者使得资金的来源无法得知 日本的人均名义GDP在金河组织成员国中排名第21位 创历史新低 日经亚洲 2022年 日本的人均名义GDP为34,064美元 在OECD的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21位 这是日本的历史最低水平 也是自2008年以来 G7先进经济体中最低的 日元对美元的贬值和日本经济地位相对下降是主要原因 卢森堡以124,592美元位居榜首 紧随其后的是挪威和爱尔兰 美国以76,291美元排名第五 2022年 日本的名义GDP仍然是世界第三大 达到4.26万亿美元 但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降至创纪录的4.2% 预计德国将在2023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日元贬值是由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利率差扩大 中国的C919喷气机价格上涨 波音重返市场 南华早报 中国自主研发的C919客机 为了在中国市场与波音竞争 已经提高了价格 这一价格上涨在中国商飞 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交易中被揭示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将以每价1.08亿美元的价格购买6架C919客机 以及以每价38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11架较小的2-21地区喷气机 据中国大陆媒体财新报道 中国商飞将C919的报价从2022年的9900万美元上调了900万美元 中国商飞表示已经获得了1061架C919的订单 该机型旨在于波音737和空客320竞争 专家声称 失踪的MH370航班可以在几天内通过新的搜索找到 南华早报 航空航天专家Land旅客 马尔上John-Luc Marchand和飞行员帕特里克 布莱利Patrick Blaley呼吁对失踪的马航MH370航班进行新的搜索 两人声称 如果进行新的搜索 失踪航班的谜团可以在几天内解开 他们认为新的搜索区域可以在短短10天内完成 并呼吁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 马来西亚政府和勘探公司Ocean Infinity开始新的搜索 Marshand和Blaley认为 飞机的应答器被关闭了 它偏离飞行路径的掉头不可能是自动驾驶仪 2023年是全球南方年吗 外交政策 今年全球南方一直处于国际政治和外交的最前沿 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关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观点和优先事项 全球南方一词已经变得突出 取代了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一词 然而 对全球南方的概念存在不同意见 一些人认为这是不结盟运动的延续 而另一些人则质疑其作为解释性框架的用处 因为该集团内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发展道路各不相同 今年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在各种问题上都很明显 包括乌克兰冲突 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对谴责俄罗斯侵略的决议 投了弃权票或投票反对票 以及加沙战争 全球南方国家批评西方对以色列的支持 全球南方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得到了两次重要会议的强调 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该集团宣布扩张并讨论去美元化 以及在新德里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 印度利用其轮值主席国的时间 关注对全球南方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尽管对这概念存在争议 但全球南方可能仍将是未来外交和峰会的核心人物 大发工业将继续停产至1月 因为安全丑闻 日经亚洲 丰田汽车旗下的小型车部门大发工业 Dihetsu Motor表示 由于安全测试丑闻 该公司将继续暂停国内生产 直至至至少1月底 这一暂停对其数千家供应商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日本零售商永望集团改革物流 以缓解司机短缺问题 日经亚洲 日本零售集团永望 计划在其3300家国内门店 进行物流运营的全面改革 以应对即将于4月生效的驾驶员加班时间法定上线 该公司将提高卡车的装载率 利用人工智能AI优化路线 调整门店运营 以减轻驾驶员的工作负担 并将交付方式转移到其他交通工具 如铁路 此举是对政府预测的回应 如果不采取措施 到2030年交付能力可能会下降34% 其他公司 包括便利店连锁企业劳森 日本7 11 和FamilyMart 也在为新规则做准备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 涵盖了中国与东南亚领导人会晤 中国气候特使的辞职 日本核聚变产业论坛 中国官方媒体对平安业胜利的纪念 中国投资者利用比特币挖矿业务转移资金 日本人均明义GDP的下降 中国C919喷气机价格上涨 NH370航班的新搜索 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丰田旗下大发工业的停产 以及日本零售商勇望集团的物流改革 首先 中国与东南亚领导人会晤 推动安全合作 中国加大对网络诈骗团伙 和非法赌博等犯罪的打击力度 同时提供奖励 以获取有关犯罪团伙首领的信息 这是中国在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方面的 一项重要举措 接着是中国气候特使的辞职 谢振华在气候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也面临着挑战 他的继任者很可能是刘振明 这可能会为中美气候对话的重启带来机会 日本成立核聚变产业论坛 推动技术走向市场 这是日本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一项重要举措 旨在加快聚变能源商业化的步伐 中国官方媒体敦促公民 记住平安业朝鲜战争的胜利 这是中国在纪念朝鲜战争中的胜利 并强调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中国投资者利用比特币挖矿业务转移资金 这显示了加密货币在国际资金流动中的作用 同时也引发了对资金来人的担忧 日本人均领异GDP的下降 这是日本经济面临的一个挑战 日人贬值和经济地位相对下降是主要原因 中国C919喷气机价格上涨 波音重返市场 这显示了中国在航空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 同时也面临来自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 NH370航班的新搜索 航空航天专家呼吁对失踪的NH370航班进行新的搜索 他们认为迷团可以在短短几天内解开 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今年 全球南方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成为重要的议题和参与者 丰田旗下大发工业的停产 以及日本零售商勇望集团的物流改革 这反映了企业在面临挑战时采取的应对措施 同时也体现了日本经济中的一些问题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的简要总结和分析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现在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